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華洋菜刀工精細 形態美觀 堪稱一絕 以刀工聞名的香港華洋菜名廚黃軍 讚賞現場人舉辦全世界中國菜廚技大賽 弘揚中國傳統飲食文化 考驗廚師爭功夫 玉助大賽越辦越好 身為著名私房菜喜宴行政總廚的黃軍 有少年刀神之稱 曾三次在香港最大飲食比賽 美食之最大賞 奪至高榮譽金獎 靠的就是一把刀 今次示範華洋菜名菜松鼠魚 只需一分七秒就將桂花魚起估 練刀工最重要是多些練習 做我們這個廚師一行 一定是有細細個個比較全面一點 去掌握廚藝的基本工 如果一個廚師你連握把刀都不懂的話 我覺得都挺搞笑的 本身是蘇州人的黃軍說 淮陽菜尤其重視刀工 很多名菜都是靠刀工的手法 例如豆腐 紋絲豆腐根 或者大煮乾絲 豆腐乾切絲 刀工體驗比較全面一點 他讚賞大賽以傳統菜為比賽項目 弘揚傳統的飲食文化 盡顯廚祭真功夫 這個比較傳統的一個手工啊 或者說噴條方法呢 可以看到一個廚師 等於說他對傳統菜的一個理解 或者說學的時候有沒有學到精髓啊 對於第五届全世界中國菜 在廚師大賽即將開賽 他預祝大賽成功 本月27日 全球華人廚師高手將去售 紐約時代廣場 進駐中國五大菜系各大獎項 成為矚目的焦點 新唐記者梁珍在香港報導 或者變成功夫 約時代廣場 横月兩百多次